娱乐圈是个花花世界,充满了这各种诱惑,近年来,关于女明星婚内出轨的新闻皆二连三被爆出。 出轨其实在娱乐圈中屡见不鲜,但那些婚外情,出轨的女星们却有着不同的境遇。 欢迎来到新闻榜,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看看那些出轨的女星吧。 1.朱志贤 2020年4月,香港女星朱志贤出轨人夫黎振业引发了香港娱乐圈的震动。 朱志贤是港姐出身,而黎振业则是香港先生,两人在戏中饰演情侣,之后被媒体爆料因戏生情而假戏真作。 而黎振业以往和妻子恩爱幸福,最近妻子更是处于孕妻,如此行迹堪称渣男无疑。 事情曝光后,朱志贤很快向男朋友谢东敏承认了出轨一事,并闭门不出,而黎振业方面更加彻底,直接清空了自己社交平台。 宣传活动也直接取消,没有现身。 之后,朱志贤和男朋友一起召开了记者发布会,面对公众进行道歉。 期间,朱志贤一边说一边流泪,显然悔恨不已。 同时也感谢了男友陪伴,称其实他承受的比自己更多,更痛苦。 朱志贤原本和潘子峰共同录制的东张西望,现在也因为出轨事件被取消了,可以说他已经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而黎振业目前尚未进行任何回应,也不由得让人为他感到不耻。 2.黄新颖 2019年4月16日,港媒爆出许志安出轨黄新颖视频,引起了娱乐圈的轰动。 在短短16分左右的视频中,两人向稳多达20多次,也是震惊了网友。 事后许志安和黄新颖也公开承认了错误。 这对男女的大新闻,使得黄新颖丢掉了TVB的饭碗,还背负了所有的骂名。 本以为许志安出轨黄新颖事件会随着他们的公开认错而结束,但是就在2019年4月17日晚,港媒又爆出了许志安出轨的黄新颖的终极视频。 据悉,当晚同乘车的本来一共有三人,还有一位黄新颖的男友人,男友人表示先送黄新颖回家,但是遭到黄新颖的坚决反对。 当男友人下车后,许志安和黄新颖大胆地牵起了手,并实质紧扣。 2019年4月17日晚,港媒就爆出了第二弹视频,证实了他们在车内向稳二十多次后,两人同回女方家。 出租车开到了李渔门黄新颖家附近,黄新颖还对司机说,这里这里,谢谢。 视频中看到都是女方很主动,但是当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许志安坐直了身躯,将手机放入口袋,还提醒黄新颖带好手机。 随即打开车门,黄新颖紧随其后,看起来非常熟路。 之后,许志安在开记者会时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犯了错。 但是,就爆出的终极视频来看,许志安对黄新颖的家乡是轻车熟路,一点也不像是一时糊涂,感觉清醒得很呢。 3.李赛凤 李赛凤师承徐晓明,之后签约亚洲电视台,曾经在娱乐圈叱咤一时,出演的很多警匪片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和杨子琼,慧英红,胡慧中,杨立金被誉为香港五大打女。 然而与他如日中天的事业相比,更让人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感情生活。 2001年,李赛凤,罗启仁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抚养李赛凤和前夫的儿子。 一年之后,李赛凤为他生下一女,儿女双全的罗启仁,带着妻子,儿女飞到国外生活。 李赛凤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舞蹈事业中。 2004年,罗启仁把干儿子,宗天义,带回了家。 2007年,一条爆炸性新闻把两个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罗启仁公开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说李赛凤婚后出轨,并且出轨的对象正是干儿子宗天义。 罗启仁还讲述了自己桌间的过程,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罗启仁一次次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细节,一时间衣柜藏人的事情传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成为了人们的笑顶。 至今,李赛凤依旧孤身一人,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归宿。 虽然他的一生过得大起大落,但是如今他却十分坦然,时光慢慢地流逝,五十多岁的他,脸上却看不出一点时光留下的皱纹,退隐后的李赛凤跳舞,登山旅游,在外人看来,过得十分潇洒。 4. 翁静晶 2001年,香港刘家班的大掌门刘家梁疯狂拍着自家大门,大声嚷着让娇妻翁静晶开门。 门内的男女荒作一团,两分钟后翁静晶才给丈夫打开大门。 刘家梁冲进屋里却没找到男人的影子,正在翁静晶咬死否认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东的一声巨响。 两人赶到窗边的时候,楼下倒地的男子已经没了呼吸,窗外平台上静静地放着一双皮鞋。 那位去世男子实则为翁静晶法律行业的上司林静晶,面对媒体翁静解释说,两人只是从公司回来拿取文件,刚好丈夫回家为了避嫌才出此情形。 虽然外界争议不断,但是翁静晶丝毫不关心外人的看法。 随着刘家梁病入膏肓,他始终忙前忙后悉心照料。 翁静晶陪伴刘家梁度过了余生。 在他临终前翁静晶晶说在这段婚姻里,如果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还希望他能原谅自己。 刘家梁去世之后,翁静晶悲痛不已,在葬礼上哭到昏厥,独自前往凌云寺小住了一段时间。 之后的他从悲伤里走了出来,接受了一直温柔耐心陪伴左右的香港富豪和游彪。 两人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在低调相处了八年之后,与香港圣约翰教堂举办婚礼结为夫妻。 5.戴良蠢 1982年,戴良蠢在拍摄,30年从头戏说时认识了刘勇,两人因此生情走到了一起,一年后便领证结婚了。 刚开始,外界都非常羡慕这对情侣,两人郎才女貌非常登对。 然而没过多久,刘勇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他开始控制戴良蠢的生活,要求他退圈吸引在家里,做一名家庭主妇。 而且所有行踪都要向自己汇报,戴良蠢苦不堪言,时刻都想要逃离刘勇的魔爪。 可是每次戴良蠢提出离婚,都会被刘勇伤害,最后导致戴良蠢有冒受伤。 后来,戴良蠢去医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她结识了第二任丈夫颜三元。 本来,戴良蠢以为自己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成想,颜三元比起刘勇,勇过之而无不及。 婚前,颜三元就曾让戴良蠢多次失去自己的孩子,结婚后她还出轨,牢牢地控制着戴良蠢的生活。 在长期的压迫下,戴良蠢终于鼓起勇气反抗,她离家出走逃到了日本,在那里她遇到了牙医小邻首,两人走到了一起。 然而,颜三元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追到了日本,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最终,颜三元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 戴良蠢虽然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但她却失去了爱人,每日都以利洗面。 从那以后,戴良蠢便淡出了大众的视野,网上很少能够听到她的消息了。 6.董洁 2013年,董洁和王大志在海南三亚的一个酒店楼下热吻被曝光,当时一片哗然,因为董洁和潘岳明是娱乐圈有名的金童玉女,恩爱有加,谁都不相信她能出轨,并且还是颜值低下的王大志。 他们两人是在拍摄,相爱十年时认识的,据说在拍摄期间就好上了,剧组的人都知道。 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董洁和潘岳明不仅离婚,还打官司闹得沸沸扬扬,闹剧持续了一年多才结束。 王大志拿什么跟潘岳明比? 潘岳明是著名演员,演了很多观众熟悉的角色和影视剧。 无论是资源,人脉,名气,地位都是王大志不能比的。 论外貌长相,那王大志就更没法比了。 潘岳明演过许仙,是出了名的奶油小生,而王大志是娱乐圈出了名的丑星, 唯一的理由就是王大志会哄女人,是情场高手,他的甜言蜜语让董洁沦陷了。 至于董洁,可能也只是一时的冲动,处于空虚寂寞的时期, 正好被情场高手王大志征服了,想必现在也已经后悔了。 7.李嘉欣 李嘉欣是1988年的港姐冠军,当时他才18岁,港媒形容他石破天惊,亮绝湘江。 90年代,媒体谈到李嘉欣,都是用香港最强小三,豪门狙击手形容他。 刘兰雄最喜欢把漂亮的港星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当年为了追求李嘉欣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正是因为刘兰雄的宠爱,李嘉欣在做小三的那些年嚣张到不行。 他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刘兰雄的原配保永勤,让他放弃刘兰雄,李嘉欣的胡搅蛮缠,最终导致刘兰雄和保永勤离婚。 在李嘉欣当刘兰雄情妇的同时,蔡绍芬也因债当了刘兰雄的情妇。 李嘉欣得知,直接在蔡绍芬的生日宴会上,故意伤害蔡绍芬。 后来,刘兰雄把红心签到公司,媒体表示,红心可能会顶替李嘉欣的位置。 听到这种宣传,李嘉欣直接打电话给红心开骂。 在此之后,李嘉欣又先后和陈平志,庞维仁,詹兆安等人传出过恋情, 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有父之父,所以李嘉欣也是因此获得了一个史上最强小三的名头。 直到2006年,李嘉欣才遇到了许靳亨,2008年才成功嫁入豪门。 8.邓翠文 前段时间,江华在网上平台非常活跃,北上发展的他常常在社交平台拍片。 日前罕见现场亚视经典剧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主题曲, 奇料影片一出急遭网民声讨, 被重提他当年与剧中女主角邓翠文疑似假戏真作,婚内出轨一试,再一次被炮轰。 江华当年是电视台炙手可热的小生,就在96年他与麦杰文结婚后的第四个年头, 因为拍摄亚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邓翠文在剧中有不少感情戏, 结果江华悲妻出轨,与邓翠文假戏真作,更被拍到有连续六日出入邓翠文寓所,坐视婚外请。 江华出轨在先,面对舆论压力,他最后还是选择返回老婆麦杰文身边认错, 而麦杰文亦选择了原谅江华,不过邓翠文就惨了,他不止背上小三之名。 名声彻底受损,江华更与麦杰文夫妻联手,在节目《城市追击》中诋毁邓翠文。 邓翠文因为江华而令人生一度陷入谷底,连演艺事业也受影响, 他亦曾在智云饭局中剖白自己从未想过要破坏别人的婚姻。 17年邓翠文更在内地节目,鲁豫有约,钟自言没有怨恨江华, 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错,成年人都应该承担每一段感情, 可能只是一些情绪上面,很失望,但他还是不能永远将错误交给别人。 金仪是长一致,不过情路上坎坷的邓翠文至今仍是单身。 许多陷入感情迷途成为第三者的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搭上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而人成长的第一步,或许就是学会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